大家好,欢迎你观看韩媒视角,我是韩媒,今天是2023年1月23日,星期一,这个视频呢,我有三方面的内容跟大家聊一下,第一方面的内容呢,关于春节晚会的内卷问题,第二方面的内容呢,是关于大年三十在美国所发生的这个华人社区的枪击案。 第三方面的内容呢,想跟大家聊一下呀,现在这个声讨辉瑞的声音越来越大,中国大陆的那些对辉瑞顶礼墨拜的那些人呢,恐怕要面临崩溃了。 好,现在呢,我们就一项一项的聊这个详细内容。 首先呢,我来说一下关于中国中央电视台这个春节晚会这个事情啊。 我昨天呢,就说了关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呢,根据他们所公布的那个数字啊,这个观看量啊,还是相当可观的呀。 有的人呢,就说呀,这么多的点击量不代表着这么多的观看量。 有的人呢,可能就点击一下并没有看完。 但是呢,就是看完不看完的哈,反正就是奔着对春晚的这种兴趣才能点击进来吧,对不对? 这点那些恨国党不得不承认吧,是不是? 那么第二呢,有的人啊,就开始质疑了啊,中央电视台公布的数字你也能信吗? 中央电视台公布的数字为什么就不能信呢? 对不对? 有的人呢,就受了有些人的影响,那些恨国党的影响,就搞臭中央电视台,搞臭中国政府。 就想说呢,中央电视台所说的任何的一句话都不可信啊,有的人甚至说呢,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,中国政府所说的任何的一句话都不能信,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,这就是污蔑,如果是谁被这样的污蔑所洗脑的话呢,那么他们这个脑子呀,就不管用,好好的一个人啊,好好的一个脑子,竟然是被驴踢成这样,不要也罢这样的脑子。 中央电视台公布这个数字,你爱信不信,反正就我信,有的是人信,中央电视台这个春节晚会呢,有这么多人在观看,有这么多人有兴趣,就气死你啊,好,这是第一点啊,就是对那些专门就是造谣污蔑的那些人。 第二呢,我想说什么呀,就是我昨天呢,就要求我的网友给我留言,就是呢,无论你是在哪里哈,你就告诉我,你对中央电视台这个春节两晚晚会,你是看还是不看,是喜欢还是不喜欢,喜欢也好,不喜欢也可以啊,就给我留言。 同时呢,告诉我,你在什么地方啊,我现在呢,就发现中央电视台这个春节晚会哈,其实是墙内开花,墙外香啊。 也不能说墙内不香,墙内呢,肯定也是香,因为中央电视台,它并没有公布说,墙内有多少人看,墙外有多少人看,对不对? 我想呢,根据这个人口分布啊,它主要的观众群呢,还是在中国大陆的。 那么呢,我现在就发现呢,在海外,就很多人是喜欢看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的。 让我比较吃惊的是呢,海外有很多的这个华人啊,他已经呢,根本就不是第一代华侨,也不是第二代华侨,就他祖祖辈辈都是在海外的。 比如说印尼的那个华侨啊,还有马来西亚的华侨啊,这都是祖祖辈辈,他们就是在海外的。 那么他们祖祖辈辈呢,就看这个春节联欢晚会,有很多人就说,他们就和我还没一样啊,从小就是看着春节联欢晚会长大的。 那么我还发现啊,有好多咱们这华侨,祖祖辈辈就在海外的这些华侨啊, 他们的这个中文啊,并不比咱们从大陆出来的这个二代移民的中文更差耶。 我跟大家说老实话啊,我儿子的中文真的不那么十全十美。 他十岁到了加拿大以后呢,我们没有刻意的去提高他的中文水平。 所以呢,他中文就停留在他出国之前的那个水平,一个十岁的小孩。 有一些词汇他没有听说过啊,他就是不知道。 有的词汇呢,他听说的时候少,他基本上呢,都能搞混了。 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,比如说这个电影导演啊,导演这个词。 在中国呢,可能就司空见惯,任何一个小孩都知道导演是干什么的,对吧? 但是呢,对我儿子来说,导演这个词呢,就不那么的熟悉。 如果哪一天呢,他脑子里面有点犯迷糊呢,这个词到底是导演还是演导啊,他就是不能肯定。 就是他中文水平呢,就到这个程度。 那么我在做这个视频过程当中呢,就有一些海外的老华侨啊, 然后他们在跟我交流的时候呢,我就发现哈,他会打这个中文,他会说中文。 哎,我就奇怪了,我说,你不是说从小就是在印尼出生,或者在澳大利亚出生,或者在越南出生吗? 你为什么你的中文还这么好呢? 他说我们从小的时候呢,我们的家长父母非常重视对我们的中文教育。 有的呢,比如说印尼啊,可能华侨比较聚聚的地方哈, 他们学校里面呢,就有中文课。 那么学校里面要是没有呢,他社区里面啊,有那种课外辅导班。 加拿大也有那个课外辅导班。 有一些咱们华侨啊,如果说孩子从小是在加拿大出生的, 或者是呢,来加拿大之前呢,一天学,在中国都没有上过的那样的孩子。 那家长呢,会送他们去那样的课外辅导班去学中文。 但是呢,我儿子因为他十岁来的,在国内的时候呢,他上了四年级啊。 而且呢,我儿子他属于那种,他比较爱学习的那样的孩子。 他的中文呢,其实不止四年级的水平。 那么呢,我就没有在下功夫给他提高他的中文水平。 好,再说回来哈,有一些海外的那个华侨哈, 就是说他们的父母啊,非常重视他们的中文。 有一些呢,就是说学校里面没有中文课啊, 社区呢,也不是一个华人聚聚的社区,也没有那种辅导班。 那么人家有的父母呢,就在家里面教孩子中文。 这就是一些印尼华侨啊,马来西亚华侨啊,越南华侨啊, 他们跟我反映的情况。 好,就是这样的海外的这些华侨哈, 他们特别的热注于中国文化。 那么有很多呢,他就跟我一样哈, 就看着中央电视台的春晚长大的。 到了过年的时候啊,没有这个春晚就是不行。 那甚至有的人呢,比我还热衷。 我呢,都没有牺牲我的睡眠时间, 去看中央电视台这个春晚的直播。 那么有很多这样的华侨呢, 他们会不睡觉来看直播呀。 所以呢,就是中央电视台这个春晚的夜晚晚会啊, 在海外拥有大量的观众。 中国呀,说到这个一带一路的时候呢, 它其中也说到了这种一带一路的文化的传播。 就是美国呢,它比较害怕中国。 它就觉得中国呢,想传播这种文化呢, 却颠覆美国,想推翻美国。 就好像美国对其他的国家的那种想要用心似的。 其实中国不是。 中国就觉得说呢, 中国这个文化呢, 博大精深。 啊,就没有任何的政治目的的, 就给海外的人呢, 喜欢中国文化的人, 来提供接触中国文化的机会。 那么我呢, 是经常在网上就看中国的影视剧的。 那我在中国的时候啊, 特别喜欢看好莱坞的片子。 但是我出了国以后呢, 尤其是近十年以来, 我是非中国的影视剧不看到。 我只看中国的影视剧。 那我就发现一个现象是什么呢? 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的那些影视剧哈, 它在YouTube里面呀, 它那个题目啊, 都是英文呐, 都是英文。 那么有的影视剧我发现呢, 这里面留言的那些观众留言, 全都是英文呐。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? 这是中国的海外的这些移民二代, 甚至于三代, 那些在海外出生的, 他们不会中文啊, 或者他们中文不行的那些人。 那么他们也特别想看中国的那些影视剧。 那么他们如果是纯来听这个中文的话呢, 他不能百分之百的跟上。 所以呢, 中国的那些电视剧啊, 现在里面都加上英文字幕。 这迎合的就是海外的那些中文不大好的那些二代三代移民。 明白吗? 那些小年轻人的现在都在追中国的影视剧。 就我儿子呀, 我儿媳妇呀, 他们的同学朋友啊, 有好多就看中国的影视剧, 还有中国的那个真人秀。 甚至有一些呢, 他们还会去报名参加中国的那个真人秀。 你明白吗? 所以呢, 那些恨国党说呀, 说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那个数据不可信啊, 你就不信中央电视台那个数据啊。 我就想送这些人一个字, 滚, 滚一边带着去, 那两块哪带着去啊, 你不看就拉倒, 谁也不求着你看, 爱看不看。 但是呢, 这些人往往都是他跟哪偷偷看, 明明是他自己跟哪偷偷看, 然后呢, 还说这些狠话, 你知道吗? 这些人最可恨了。 这些人会遭报应的, 我看到有好多的那个网友跟我一样, 特别相信报应啊, 这些就是媚人良心说话的这些人会遭报应的。 你想媚人良心说话, 你就媚人良心去说去吧。 其实海外的这些华人华裔哈, 他们接触中国的文化呀, 比我刚才所说的, 我理解的这个其实还要早。 啊,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? 因为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呢, 我儿子他就有一个越南华侨的好朋友。 那会儿呢, 我儿子经常就到他那好朋友, 那个越南人家里面去玩, 有的时候我去接他的时候, 我就听着他们家里面就跟着唱卡拉OK, 唱卡拉OK就唱的都是中国大陆的歌曲。 当时我还问我儿子说, 哎, 他们家是把这个房子租给大陆人的吗? 我儿子说没有啊, 就是他们一大家子呀。 你知道吗? 后来我又说, 哎, 我怎么听着他们在那唱中文歌曲啊? 我儿子说是啊, 那是他的哥哥在家里面唱卡拉OK呀, 唱的都是中文歌曲呀。 你知道吗? 就是他们呢, 喜爱这个中国文化呢, 就不是刚刚的事, 也不是刚刚的事, 由来已久的。 我刚才说了, 有很多就是像我一样, 看中央电视台的春晚长大的。 好, 关于这事呢, 我就说到这里啊。 然后再说呢, 我刚才不是说吗? 就是这个春晚啊, 我发现现在呢, 就内卷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因为我发现呢, 有的网友留言说啊, 说哎呀, 中央电视台这个春晚啊, 尤其是今年的春晚呢, 真的是不好看。 说建议呢, 你去看看北京电视台的春晚。 说今年北京电视台春晚, 哎呀, 相当的精彩。 那我现在还没有看北京电视台的那个春晚啊, 但是之前的时候呢, 我有看辽宁台的春晚, 我经常看辽宁台的春晚, 我觉得辽宁台的春晚呢, 搞得也是不错的。 他们那些小品呢, 什么的都很精彩。 我想说的就是呢, 原来这个春晚啊, 现在卷起来了, 那么中国的这些电视台呢, 就是啊, 在比拼, 看谁办的春晚更好, 在博取流量。 好, 关于春晚的这些事情呢, 我现在就跟大家说到这里。 下面呢, 我们来说一下, 令我们华人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, 就是洛杉矶的这个枪击案。 首先呢, 我就是想说一下啊, 就是中国人啊, 好像我们自己人老说啊,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啊, 我们不团结啊。 其实呢, 现在我越来越发现啊, 我们中国人到底是团结还是不团结呢? 就是中国人在海外是一个什么状况呢? 我都经常听到老外反应。 老外反应什么呢? 就是中国人啊, 不爱理别的民族的人。 就是见了别的民族的人啊, 爱大不理的那样的啊, 很冷漠啊, 就不理他们。 但是呢, 如果一旦是见到人群里面, 要是出现一个中国人啊, 立刻就眼睛放光, 然后就说, 哎呀, 中国人啊, 你是中国人吗? 什么这样的啊, 就是见了中国人以后呢, 还是很亲的啊, 甭管是见到的是来自于哪里的啊, 你来自于大陆也好, 来自于香港也好, 来自于台湾也好, 来自于马来西亚, 印尼啊, 什么的, 任何一个地方, 天涯海角的, 反正是, 也不管是你是几代的中国人啊, 在外面的, 反正就是见了以后啊, 眼睛就反光, 但是对于老外呢, 就爱打不理的, 就这样的, 其实我发现呢, 也确确实实是这样的, 我们中国人好像确实是这样的, 而且呢, 我通过就是我现在做这个视频啊, 我也发现了咱们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啊, 因为我的观众都是咱们中国人嘛, 大家就是对那些跟咱们中国没有关系的那些新闻呢, 或者事件啊, 一概都不感兴趣, 只和这些呢, 和咱们中国有关系的这事呢, 感兴趣, 啊, 就是这么一个, 就是我们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, 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圈子啊, 就怎么讲呢, 我觉得凝聚力挺强的, 所以呢, 说中国人不团结啊, 这个说法我越来越觉得是不对的, 其实挺团结的, 但是你如果说我们形成这么一个团体啊, 那么是不是说就铁板一块没有矛盾呢, 不是, 不是, 肯定是有矛盾的, 就是说我们吵架呢, 我们也和我们自己的人吵架, 不去和别人吵, 好, 现在呢, 我们就说回来啊, 就是大年三十, 在美国的洛杉矶所发生的这个枪击案, 枪击案是发生在洛杉矶东边的一个小城市, 这个城市呢, 叫孟特雷帕克市, 这个城市很小哎, 它一共也就是有六万多人, 但是呢, 它其中的中国人占很大的一个比例, 能占到三分之二, 三分之二啊, 就是三个人里面啊, 有两个就是中国人, 中国人的比例呢, 相当大, 说这个地方呢, 为什么能形成这样呢, 最早的时候啊, 中国大陆还没有那么多移民的时候呢, 就是来自于台湾的中国人, 就在这个地方拒绝, 他们在这个地方呢, 打下了基础, 那因为华人多嘛, 所以后来大陆出来的时候呢, 也奔着这个地方来了, 所以呢, 这个地方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特点呢, 就是中国人多, 那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呢, 曾经这个市的市长, 还是一个中国人, 那么到现在呢, 在这个城市里面, 城市的议会里面的议员呢, 中国人也有很多席, 我看到报道里面说呀, 有四位华裔议员, 占议会80%的席次, 我就觉得这个我不知道准确还是不准确, 那你要是四位是占80%, 难道说这个议会里面, 一共也就五个席次吗, 是不是,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哈, 然后这一次的事是怎么发生的呢, 大年三十的时候呢, 就是中国人呢, 在这里啊, 搞大型的集会, 这个集会的人数呢, 现在说法不一, 相差呢, 特别大, 有的说呢几千人, 有的说呢是上万人, 有的说呢几万人, 他一共是六万多人的人口, 几万人肯定是超过六万人, 对吧, 那华人占三分之二的话呢, 那也就是说有四万的华人, 来参加大年三十的这个跨年呢, 充其量顶多也就是四万啊, 有的甚至说呢, 说十万这也不太可能吧, 难道说还有从其他的地方来的吗, 反正这个人数呢, 现在呢我们不去管他, 就这个枪手呢, 说是他一开始, 他拿这个枪啊, 到了集会的人群里面, 被有的人看到他拿着枪, 想把这个枪给他夺下来, 但是呢没有成功, 他拿着枪呢就走了, 完了以后呢他就去了一个舞厅, 那这个舞厅是一个什么样的舞厅呢, 如果你看到报道里面说歌舞厅, 你不要想成是国内大陆的那种歌舞厅啊,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场地, 就像一个体育馆似的, 这是由新人老板经营的, 平常的时候估计呢我也看到一些照片, 就是呢有一些人在这儿跳舞啊, 或者是呢有的人可能在这儿教跳舞啊, 就是这么一个跳舞的一个场所, 那么这个枪手呢他就来到了这个歌舞厅, 来了以后呢就拿着枪就进行扫射, 打死了十个人, 打伤了十个人, 我看到报道里面呢说有一个人呢他就上厕所, 等他出来以后呢他一个, 我天哪这地上躺的都是人呢, 完了以后呢这个枪手说是离开了这个歌舞厅, 又去了另外的一个地方, 那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说那儿的那个活动啊, 都已经结束了, 里面只有三个人, 其中的一个人呢还是老板, 是一个26岁的一个小伙子, 那这个小伙子呢对于这个歌舞厅呢, 他已经是第三代的老板了, 应该是他爷爷奶奶就曾经经营这个歌舞厅, 然后传给了他父母, 然后呢现在是他在经营, 那么就三个人, 这个小伙子特别机灵, 上去就把他这个枪呢给他夺下来了, 这样呢这个枪手才去开着他一个白色的一个箱式小货车, 然后就跑掉了, 那么警方后来呢就对他进行围堵, 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把他给截下来, 他一看可能是没有办法逃脱了, 那么后来就发现他在车里面已经死掉了, 看到他是死于枪伤, 那车窗玻璃上呢还有弹孔, 很显然他车里面还有枪,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, 根据警方所公布的这个名字看呀, 他的姓呢是姓这个T-R-A-N的, 我查了一下这个姓呢就是越南的姓陈的一个拼法, 那么等于说呢他就是来自于越南的华裔, 或者是他父母来自于越南, 咱们就不知道了啊, 反正呢他是一个华裔, 现在就有两点呢我不太确定啊, 就是呢他到底拿了一个什么枪, 一开始的时候呢说拿一个长枪, 后来又说呢他是拿了一个手枪, 现在就说呢好像既不是就是手枪那么小, 也不是长枪那么长, 就是一个呢有点大的那个枪, 拿着一个枪别人能看见到, 就是这么一个枪, 不过对于我们观众朋友来说呢这个也不太重要啊,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枪手他是多大年纪, 一种说法呢说他今年是72岁, 另外一种说法呢说他30到50岁, 好像是72岁这个比较准确一些, 那么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, 说他去第二个舞厅的时候, 被那26岁的小伙子不是把枪给他抢了吗, 就是他进去以后啊, 你就看着他的眼神他在找人, 那么为什么他在找人他找谁呢, 就是到舞厅里面跳舞啊, 平常跳的舞啊, 多数都是那种交易舞, 那交易舞就是一男一女搭配的嘛, 说之前的时候啊, 也因为跳舞有的时候呢能产生矛盾, 你想想看, 如果一男一女搭配这种舞伴, 如果不是两口子的话, 那他的配偶有可能就有意见啊, 如果这两个舞伴又不大注意避险, 对吧, 态度又比较暧昧, 那女舞伴的老公或者男舞伴的老婆, 他会心里面产生那种极度的心理啊, 就说这个枪手呢, 他也是因为这个, 说大年三十啊, 就这个舞厅里面办这个活动呢, 说他老婆被邀请了, 他没被邀请, 所以呢他就心怀也不满, 他到这个舞厅, 我觉得他到第一个舞厅里面呢, 好像就应该是无差别的扫射吧, 对不对, 就是死了十个伤了十个嘛, 如果他就找人确定了枪开一枪, 确定了开一枪的话, 那应该不会死这么多, 伤这么多, 他应该打完了以后, 可能发现呢, 他的主要目标没在里头, 所以又去了第二个舞厅, 我估计十有八九呢, 是这么一个情况, 好, 这就是到现在为止呢, 我所了解的这个事件的情况, 那么我所看到的, 在华人圈里面的反应呢, 就是有的人呢, 竟然能够幸灾乐祸, 就觉得死的人呢, 是白死的, 就觉得说呢, 这个开枪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人, 被打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人,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能这么说, 还有的人呢, 就是说啊, 啊, 说什么华人杀华人, 啊, 华人呢, 就这点出息, 啊, 就知道杀自己人, 啊, 不知道去杀别的人, 我觉得这种说法, 好像也不是很站得住脚啊, 他这个和那种种族仇恨呢, 他不是一回事, 他这个就是有原因的, 有这种具体指向性的这种个人恩怨, 导致了他来干这件事, 不是说他对某一个人群呢, 就是仇恨的, 尽管呢, 这个地方, 他原来叫小台北, 这应该是和两岸之间的这个矛盾呢, 没有关系, 好, 这件事呢, 我先跟大家说到这里, 下面呢, 我们再说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话题, 下面呢, 我们就来聊一下中国的疫情和辉瑞有关的话题, 首先呢, 是中国的卫健委啊, 今天又公布了一组数据, 就是呢, 上一次不是公布了一个多月的那个数据吗, 那么这一次呢, 就公布一个星期的, 接着上一次的公布, 上一次截止到12号, 这次呢, 从1月13号到19号这一个礼拜, 那么中国呢, 在医院里面和疫情相关的死亡人数呢, 是12658人, 这个数字呢, 仍然是挺高的啊, 跟上一次公布的那个数字进行比较呢, 似乎好像比例就差不多, 这是一个礼拜, 如果合成一个多月的话呢, 和上一次的接近6万呢, 好像也差不多, 那么直接由这个新冠病毒导致的肺部呼吸衰竭而死亡的人数呢, 是681个, 但是呢, 我看到好像呢, 整个中国社会呢, 都感觉到这个病毒, 现在的感染的量啊, 大幅的减少, 好像整个社会面上的感染已经过去了似的, 甚至有些人呢, 就开始纳闷, 说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回事啊, 就是一开放的时候呢, 就汹涌而至, 就觉得说你下个楼就会感染, 甚至于说呢, 你不下楼都会感染, 就觉得好像这个病毒啊, 就笼罩在这个空气里面, 可是现在呢, 好像就没有了, 那过年的这两天呢, 人们就大量的出行, 该上街上街, 该游玩的游玩, 该出去吃饭的出去吃饭, 该去看电影看电影, 但是现在好像也没有身边那么多人在得的, 就觉得这个病毒呢, 是非常奇怪, 这个病毒啊, 其实这三年以来啊, 一直我经常我会说, 觉得好像是挺奇怪的, 就是全世界各个地方好像就不一样, 那么有一些人呢, 就开始质疑说, 哎呀, 这个疫苗啊, 到底是管用, 还是不管用, 中国有大量的是辉瑞疫苗的忠实的拥顿者, 就觉得辉瑞疫苗啊, 是最好的, 有的时候呢, 我就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呢, 有的人好像就不太能够接受啊, 今天呢, 我就发现啊, 前两天在达沃斯举办的这个世界经济论坛上面, 辉瑞的CEO也出现在达沃斯, 那么今天在网上呢, 就有一个视频呢, 在网上就疯传了啊, 就是加拿大一个媒体的两个记者, 就碰到了辉瑞的这个CEO, 然后呢, 他们就追着这个CEO就问他问题, 我看着追着这个CEO有一群人啊, 我不知道其他的那些人都是什么人, 难道说都是这个CEO的团队的人吗, 还是说还有其他的媒体的人, 也在跟着蹭这个访问, 反正呢, 有两个比较主动的记者呢, 轮番在问他一些问题, 这两个记者呢, 现在就知道了是加拿大的记者, 那么这两个记者问他的问题呢, 都是围绕这个辉瑞疫苗的, 比如说呢, 他们就问他说, 你什么时候知道疫苗不能阻止病毒传播的, 你知道这一点多久了, 然后这个CEO呢, 就是说非常感谢, 然后这两个记者说感谢什么呀, 回答问题呀, 说我们现在知道疫苗根本就不能阻止病毒的传播, 但你们为什么要保密啊, 为什么不告诉公众这一点呢, 说你们曾经说这个疫苗的有效率是百分之百, 然后又改成了百分之九十, 然后又说百分之八十, 然后又说百分之七十, 但是现在我们就知道疫苗根本就不能阻止传播, 你为什么要保守这个秘密呀, 然后这个CEO呢, 就说啊, 祝你今天过得愉快, 那记者就是说呢, 在我知道答案之前, 我不会过得愉快的, 你为什么要隐瞒你的疫苗, 没能阻止病毒的传播呢, 然后另外的一个记者呢, 就是说, 先生是时候向全世界道歉了, 把钱还给那些啊, 把钱都花在无效疫苗上的国家好吗, 你不为你过去几年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吗, 你对过去几年所做的事感到自豪吗, 你靠别人的生计赚了大钱, 作为百分之一走到街道上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呀, 尤其是你还是靠利用澳大利亚, 英国和加拿大普通人成为的, 百万富翁, 反正呢, 就问了他好多的问题, 当然这个CEO他除了说了那两句话, 说非常感谢啊, 什么的,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啊, 什么的, 其他就是什么都没说, 反正啊, 就这样的事情, 中国的那些辉瑞的拥沦者啊, 你们看了这个视频以后, 你们作何感想, 为什么这CEO一言不发, 其问题呢, 那可都是白人啊, 那么关于辉瑞呢, 之前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哈, 就是使用这个辉瑞疫苗啊, 他和这个使用者和政府啊, 就签署了这样的一个协议, 他是不对这个使用疫苗以后的后果, 负任何责任的呀, 现在呢, 印度就提出来了这一点, 印度就认为呢, 辉瑞要求印度在购买辉瑞疫苗的时候, 签署这样的一个条款呢, 是不公平的, 而且呢, 印度的官员说呀, 印度就不想签这样的条款, 但是呢, 辉瑞就试图威胁印度政府啊, 这是印度呢, 在今天的时候透露出来的一个大新闻, 看来呢, 对辉瑞不买账呢, 还不光是中国政府, 印度政府对辉瑞也是不买账的, 那么很显然, 加拿大的两位记者呀, 对他问的那些问题呢, 也不仅仅是加拿大的两位记者, 独有的那些质疑啊, 好,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, 感谢您的收看, 下次再见, 感谢您的收看, 感谢您的收看,